那就是我來負責好不好 謝謝你的意見 就是我們都不需要就是說去干擾 但是在這個公開透明裡面 我們民主的機制就是要能夠尊重 最後的一個多數好不好 來 還有一件事 我是看人家質疑 這個投票的程序有違法之嫌 是 那請講 我們的文化資產神運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七條 第二項有說 第一項剛剛有秀出來 要有關利益迴避 以行政程序法32跟33條 第二項說 有關機關與第二條神異事項有利害關係時 其代表委員應比照前項 也就是要迴避 那我們 剛剛我們林局長也很好 他說他是以非委員的身分發言 那就是那個民局長你自己就決定 或者主席決定 你有沒有是屬於有關機關跟二條神異事項有利害關係 我講一下什麼叫有利害關係 行政程序法33條第一項第二項說 有具體事實逐任其執行之路有偏頗之一 這個是33條一項二環 那行政程序法33條第五項是說 本來應該要迴避 而沒有迴避的時候 可能要依職權命請迴避 我是怕將來 將來我們做一個投票以後 有人質疑說 你們應該迴避沒有迴避是違反的程序 不算無效 這個時候我們就白投票了 我只是這樣提醒 那大家看看怎麼樣 我剛才的發言非常清楚 因為有委員問我 是跟我審查機關代表有關 所以我發言的時候的第一部分是說 我是以審查機關的代表人發言 而不是委員發言 接下來我的發言 我沒有講這句話 就表示我是委員 您剛才說的這個利害關係 在法的層次非常清楚 就是我本人或者是我認知的機關 是這個都更計畫的實施者的成員之一 那叫利害關係 我是審查人 如果我是審查人都被懷疑 我在講都更審議的時候 那整個都發局就解散了 都發局是公正的 都發局在審都更的時候也是公正的 所以這個不是二分法 所以清楚的跟主席報告 我作為一個文資委員 同時我又是另外一個機關的代表 我今天的身分 除非我特別註明 我是以都發局代表發言 其他的話我都是委員 然後我清楚的知道 我跟法務局 我跟局的法務討論過這個事情 我本人可不得到委員 文資委員答案是肯定的 沒有利益迴避的關係 以上 好 這樣針對這個黃委員 剛剛提出來的話 就是說因為我們今天 也有法務局這個代表在現場 我們這個文化局本身 事先也都有做過這樣的一個分析 那我們是不是請這個文化局來發言一下 就是說就這個府內的委員在接下來的表決 有沒有需要做這個迴避呢 法務局代表發言 關於那個利益迴避的問題 其實那個文化局的這個資訊 文化庫其實有在這個106年11月2號的時候 所以我迴避給市政府這邊 關於這個利害關係有迴避的部分 其實指法律上的利害關係 不是指事實上的利害關係 在這個狀況下其實 也就是說是因為行政主任直接受損害者 如果這今天是在只有經濟上 情感上的其他事實上利害關係的話 其實不是所謂的法律上利害關係 這樣一個狀況 他們那邊比較準確在這個地方 所以把就府內的委員 針對接續的表決有沒有需要回憶呢 以這個判斷 以這個判斷 因為這個案子是屬於私人申請案 並非由市府這個都發局所進行的提案 那因為文化庫這個解釋也是屬 這個是屬於行政處理的這個程序 不需要迴避 以上報告 好 如果這樣行行的話就是說 如果按照剛才委員具體的建議 就是我們初步的來用這個票的表達 投票表達來看大多數的意見也都沒有必要 我們就直接進行這個施定古蹟的三分之二的這個表決 那麼如果沒有通過三分之二 我們就進行歷史建議的表決 那大家也不反對了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準備選票 來 請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來刷選票 那個我們文化局還是把這個 市定古蹟第一個案子的表決 它的這個表決的這個規則講一下 來 誰可以講 那個報告 那個按照我們的設置要點來自於說 來自於重要那個文資會審議會的設置準則來講 好像是沒有所謂的綠投票或假投票的 所以現在是正式投票 是正式投票 對 正式投票 那我現在要文化局把正式投票的規則 剛才委員有提到就是說要過三分之 現在我們發的是市定古蹟的投票 那要過三分之二是不是 兩個都會發 第一個是進行市定古蹟的三分之二的投票 那投票結果要怎麼來認定 投票結果我們會先宣布 委員我們現在直接發兩張 直接發兩張 直接發兩張 先發一張 我們發兩張 現在就是要先表決市定古蹟 我們會兩張一起投 不用不用不用 先發一張市定古蹟好不好 剛才委員有建議先發市定古蹟 市定古蹟如果不通 他們就會進行歷史建物的表決 所以我現在要問就是說 市定古蹟的投票結果出來 什麼叫通過 什麼叫不通過 我們再說一下 通過以答委員三分之二同意 以答三分之二同意 好 出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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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委員針對這樣的投票 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 就麻煩這個委員 我們來直接來投票 好不好 針對第一個案子 是針對施定古蹟的 分代表不能投票 那個不是親自出席的那個投票 這個不是親自出席的那個投票 所以我們出席的人數 我元數就要投票機關代表對不對 對 這個是要出計算總數裡面嘛對不對 對 對 那就是兩位是出席的總數 好 大家先照顧大家 來 這個 算一下總數 總投票數的委員 有投票權的是16位 好 16位 16位 那換句話說我們開票 三分之二是多少 11位 要是答11位 如果11位的話我們才能通過好不好 來 來 請那個開票 第一位同意 同意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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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意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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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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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意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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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一票 不同意一票 不同意一票 目前同意十一票 不同意五票已達過三分之二 所以達市立古蹟 第一个结论就是 本案据文化资产价值 第二个就是经过市立古蹟的投票 总共投票十六位 同意指定市立古蹟十一位 所以结论是把它指定为 这个文资身份市立古蹟 那么接下来 我想就是说在牵涉到多盈的部分 就是说在未来弹性的这些保留 那么在整个大会 我们都会给全力的协助 但是最后一点 我们今天有三个分项 就是说经过市立古蹟 指定的这个文资身份 那么我们是不是决议 在持续急报文化部 那么针对国定古蹟的审议 大家不反对了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三点决议 好不好 那我也跟大家来报告 未来在怎么弹性的保存上面 兼顾文资保护的路径 能够走得长久 我想文化局 跟我们文资省委员会 都会全力来协助 谢谢大家 那我们再进行下一个暗号 应该会有密集 给大家休息一下 三个都走了 还是说 还是边用餐 今天还有时间多少 一点半要施政总资讯 对 那我们大概只剩一个小时以内 要把它解决 还是说我们再跟委员来商量 架开其他的会议 一定要跟我们一起 但是今天可以再进出一个 各务员的案子 好 那如果可以的话 委员反对我们就继续 要边吃边休息 好不好 那我们进行 省议施项二历史建筑 阳市古厕景古景 保存规划计划审查案 那我们请部罗单位进行报告 按由历史建筑 阳市古厕景古景 保存规划计划审查案 提行审议 运于文字法第24条 股心修固及占用办法第13条 翻译情说明 阳市古厕景古景 是在明国104年9月22号 公告登陆文字建筑 保存藏文市万华区 长泰街179项 东5号林鎮地面 跟现成的古景 并且可以采益地保存 其他的事项是 在公告资料里面有 未来原理 阳市古厕景古景益地保存时 需并通提出妥施之签议工法 请委员降参公告资料 另外在104年4月22号 文委文会第68次的会计结论 下以有关本土跟案 在历史建筑开放空间的保存手法 他必须扣拖沁在 当旅行進坑指示者 研理妥事的외 Option 开放空间 规划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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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n 委员降参当时 会议资料 本案的旅行旅施ых中资料 相邻建设世界股维区 门现公司 在今年 9 月 22 日 提送意識更新範圍內的 楊盛湖廁服務局保存設置的規劃企劃 本局在 10 月 20 日遭開審查會議 並邀請李田朗委員 江汀田委員 王惠夫委員及蔡元良委員協助審查 會上並就接替過程構建拆除後的編碼存放 補給建議注意事項 立面重組 提供諮詢建議 之後在補充本委員會 就委員的意見補充說明後 補充本委員會審議 第三 另外在當天的會上 有部分授權人表示 本案歷史建築的構範設計 公告事項已經辦以一體保全作業 本案已不更多年 希望能夠盡快圓滿解決 其委員享參所有人的聲明書 就是本案的地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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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位置 當時公告照片的資料補錦 但本案提請委員會討論 並請湘明事業股兵有限公司 一成一決意犯以後續保存規劃是一 接著並請湘明建設事業股兵有限公司 就本案的一季得保存的規劃 上座下期的二桌子上 有所謂的工作 上次的文師審議大會說 可以意見義地保存 公司也很重視自然安排 所以組成了一個談對 現在的情話就由 我們的歷史業務的 黃謝霧師來做一個情報 以及這位委員 以及這位長官 已關心本案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按設計規劃的建築設計畫 高興針對本案進行相關的設計工作 那針對上一次我們在9月中的時候 10月中的時候 已經針對這個案子進行 第一次的設計規劃的整體 在這個檢查過程中 委員對我們的案子已經有 很多的指示已經改善 鄭老師呢 希望我們針對相關的 未來遷移或是改變的一個程序 要多加注意他的一個過程 那蔡老師呢 希望我們能了解 未來古景遷移的時候 他的地下指位 以及施工的工序等提出要求 第三位 第三位李老師呢 也希望未來我們遷移之後的一個做法 在未來再利用以及展示 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 這個開花的歷史的說明 以及身對古景的安全 也給我們很多提醒 那王老師呢 針對我們的圓茂的形式的 顧眼照片的詞 還有這個在拆之後的構建的保持呢 給我們很多這個關心 好 針對本案呢 我們也剛剛依照各位委員的意見 進行了相關的這個改善 那我大概說明一下 剛剛在主席也講過 本案呢 其實是在望華中山一小段 總共26比帝號的一個都市更新案 它是在89年已經公告為更新區 那經過96年等等 103年已經通過了一個核定的一個過程 但是後來因為民體民團呢 有一些關心的人士 更可以有一些被指定為 歷史建築的空間 這個希望能夠重視 所以說我們就進到文芝的一個程序 所以說在上一次我們文芝在 本案呢在民國 104年5月通過指定為歷史建築 那在審議的結論呢 希望說可以 有關古井以及古厝的這個保存 可以採地地的方式去做這個保存 以及影響不真的方式來做原則配置 所以說我們就依照這個原則呢 進行了這個整個地面保存 以及遷移的一個可行性去做一個規劃 所以我們也是依據相關文芝法的一個規定 以及要求呢進行相關的設計 那這希望呢在執行過程中 能夠讓原貌保存 而且呢能夠使得這個空間裡的結構 能夠提取的一個最大安全 來這樣子再執行 那我再說明一下我們本案 是在萬華區的這個位置 拆遷的範圍最主要是在古井跟這個拆遷範圍 是在這裡 那它其實我們整個都根被畫為 整體開花範圍呢 只要稱為A跟B區 那我們這一次要處理的兩個歷史建築 最主要就是在這個範圍B區的範圍內 那整個在位置上呢 這個是就是剛剛講的那一道 地面的一個保存 那這個是一個補井的位置 希望這兩個能夠做一個 很好的這個陰地保存 最主要是因為它在整個基地來看 它是在核心位置 所以說整個這樣的一個配合 我們希望透過公根的方式呢 以及這個圖形 從一位之後呢 更好的一個來彰顯它的意義 所以說我們整個計畫流程呢 包括怎麼去這個拆遷的過程 以及重組的計畫 所以說在整個執行上呢 我們會依據文資以及相關的經驗呢 做好它的拆檢的紀錄 編號的作劣 而且重要的一個拆遷 以及建立一個檔案的一個過程 那整個流程呢 剛剛比如說我們怎麼去做拆遷 固定以及保存 最後呢進到了這個重整 重建 以及做一個完成 所以整個剛剛大概 正對本盤說一個說明 那現在呢 我就基地的一個條件做一個了解 它其實是在剛剛講過 在當時被指定為這個 這個歷史建築的一個過程 那這是指定的這個 總共有選 我們帝主所有權人 那它位置在這個設計於 那這個是它建築本身 它算是歷史 這個兩千多的地方 但是實際的這個歷史建築的位置 好像一到歷面的經驗 那這個是當時公告的一個資料 這個規範的 就是它的村的內有 那這是剛才的公文 好 所以它的歷史被指 因為它其實是在 這個 這萬華加拿地區的一個 布拉桃 這個地區的一個位置 那它其實當時是陽室 在這裡是一個很大的大戶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呢 它就興建了它的古厝影 其它的陽室廟等等 那這個地方的歷史呢 經過大概一百多年的一個發展 它證見了當時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這個歷史 他們的家族的這個歷史 所以在建築的部分呢 它其實是一個三合院的建築 鄭森以外還有兩個故隆 那現在目前保持了 就剩下鄭森的地面 還有另外在附近的一個一口井 那其他的都已經坍塌 已經非常的破落 所以它是一個當時很標準的一個 三合院的巨肉的形式 那這個是當時在之前找到的一個照片 其實當時它是屋頸、屋瓦這些 其實這些部分在後面都已經攤掉 現在就剩下這塊土腳牆 以及這個土雀的一個立面 跟它的一個開窗 以及前面的戶口的一些階梯的形式 那另外呢就是剛剛另外那一口井 那它原則上大概是在旁邊 那基本上希望整個這個土井能夠保持 那歷史價值希望能夠把它保留下來 呈現它的歷史意義 那這個是他目前的現況 請參照 那解體計畫來講 我想整個計畫 也就是我們如果通過文字的審議之後 我們希望依據相關的法律 包括文字的相關規定 進行解體 那構建的編碼 這是我們曾經有的經驗 以及做一個建立的這個資料的方式 像一張 那包括建立它的表現 以及它保存的方式 像一張 還有整個未來呢 在施工過程呢 我們都會有一個停留點的一個體驗 像一張 那包括自主檢查 我們會依照相關規範去要求 像一張 那在拆下來以後呢 它保存的方式呢 因為它必須配合整個新建工程做一個處理 所以當時的構建我們會做好 這樣用這個很細心的把它保存起來 放在一個保存的位置 然後我們計畫用這個20個作柜 當作保存的一個工具 那希望經過這個千移的作業 當實際開花城的工程時候 配合做千移以及移動的作業 好 下一張 那千移的原則呢 當然也是盡量不能去破壞原有的一個 已經保存好的一個作件 那重建的時候呢 我想我們就會依照 我們就依照傳統的這個形式 跟原來拆下來的作件去完成它的千移 當然千移目的地已經完成了計畫 能夠配合在新建一起完成這個千移 差不多 那我目前的計畫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古井的位置 以及這一道立面的這個位置 好 下一張 那希望改變以後整個都根的形式 會把這個古井移到這個位置 會把這一道立面呢移到這個位置 那形成一個所謂的歷史保存區 那這個是接道的時候呢 甚至以及這個原來保存的這幾顆樹 形成一個很好的這個休閒區 以及這個歷史保存區 好 那這樣的一個結果呢 我們當然這個暫存的位置 先能夠保存暫存的位置 大概在這裡 好 那這個古井部分也要做好 它未來再利用的時候 它的安全 以及這個結構的這個考量 使用的考量 所以說那再利用的時候呢 我們會有一些告示 以及一些歷史的展示 好 最後呢 那當然是歸物在做的時候 它的原來的形式 跟它的屋家希望的復原 它的原來的風貌 好 以及它的這個清理的原則 我們會按照相關的規範來執行 這樣一張 那這是牆體的部分怎麼來拆解 這樣一張 那這是屋頂的部分怎麼來拆解 這樣一張 那這是基礎的部分怎麼來拆解 好 那最後針對古井 因為它本身一個 是一個將近60公分 升6羽的一個古井 那我們採取的策略是 整個去做微塑的方式 用疑味的方式 而不做結體 下一張 所以我們在執行的時候呢 這個是井的井體的本身 我們在內徑呢 先放一個大概4米直徑的一個圓的鋼筒 那在外面再加一個大概2米的鋼筒 整個形成一個微塑 那在這個 這個圓開口的跟古井中間呢 填入所謂的這個沙 這個這個激料 那再打水玻璃的方式 讓整個形成一個微塑 下一張 好 那完成以後 它其實未來再開挖的時候 我們將近可能需要挖到8米 預留整個井大概6米 預留2米的一個開挖程度 最後呢在這邊固定以後用支撐 下一張 那最後呢要移位的時候呢 我們再把它整個吊裝 吊到要正確的位置之後 那底下其實我們會用這個缺口的這個鋼筋去做支撐 也就是吊到原來位置以後 這個拿掉以後 而且這個墻壁呢 壁體呢 我們會打洞 讓它自來這個水位呢 才會回到原來的水位 也就是回來看到的這個水井呢 其實它是恢復原來的所用的狀況 也不包括它的水位 就會恢復原來的那個清洗 下一張 那整個施工的過程大概就是這樣子 底餐月子 其實我們跟結構記事討論了很久 怎麼來去理這些儀位的工法儀作 下一張 那這次我們如果希望能夠在今年合進的話 明年能夠順便完成這個儀養的工作 下一張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施工徒的內容 下一張 這是這個牆體的現況一位來歸 這一位的圖書 下一張 這是一位以後的狀況 下一張 這是它的相關的門窗 下一張 這是它的窗戶 下一張 這是它的剩下的這個空間 目前的撤會道的狀況 下一張 那這個是阻景的部分 下一張 可能整個是吊中的這個情形 那我大概的下一張 應該差不多了 這是施工徒的部分 那我針對你們的整體整個規劃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評論 謝謝 有成群人登記發言嗎 有 有成群人登記發言 我們先以成群人發言 委憂先再來由所有權人 那第一位康敏結 那我覺得這張是三分鐘 那大家掌握一下時間 請多多多多人 我請問 請多多多多人 請多多多多人 請多多多份 有一個烏拉塔守護聯盟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最近的一些發現 雖然我知道我時間很有限 但是我必須要想一個 分析人士的約約 事實上是我在辦公室的時候 就是他延長所的副教授 我在辦公室的時候 我接到一通電話 這個人 我名字叫楊綜麟 他是楊佳 現在排在機組 他供應其實是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組件的排位 這是綜麟小時候 在這個合院的照片 我接到他電話的時候 不知道他是誰 他說他要帶我去看 他們家的很重要的一些 我們不可能知道的地方 我們再往下辦 這個是他們家小時候的娘 這個是一個排高的女子 因為以前的烏拉塔 那個烏拉那個水坑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當時的水景 再往下 那麼在他們的公廳裡面 這個是到兩三年前 因為相應的堅持 剛剛才撤走 要不然他們是還在機組的 再往下看 這個是那個祖先的神怒排位 主要的神怒排位後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這都會解釋一下 這個是當時他們在祖先排位後面 看到的最早的叫做開機組 開機組是第十世 他們現在是二十一世 所以往回推大概至少是275年以上的事情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看到這個開機組的 這個排位來看的話 大概甚至可以推到陳奈章的年代 這個排位對他們來講 是他們捨不得當時說要燒掉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特別談這件事情 是不論日後的所謂的更新的開發 如果對他們來講 最重要的事情是維持祭祀 那麼我們甚至取新竹新馬屋的巨肉保存來講 雖然遠都走了 但最後還是有一個宮廳在裡頭 再往下 那麼這個是他們現在還在祭祀修復的神怒 再往下 那麼他當時 這是宮廳內還有非常好的結構跟所謂的壁面 那我們再往下看 可是這個是現在還留著的當時的工作 再往下 那當時其實終於帶我看他們的水景 是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在他們家的鑰匙才能打開的地方 有了這麼一個非常精彩的八卦劍 那我們現在看這張圓圓圖是原來都更時候的圖 那我想跟各位提醒的是 我們對照一下現在的圖 現在這張圖再往下看 再往下 欸 現在再往上 抱歉 這張圖跟這張圖最大的差別 其實是這個角落 因為後來樹房 留住了兩棵重要的老樹 是不能夠切瓶的 所以他整個平面其實現在已經變了 那 終於他自己得錢說 他現在還是要住在這裡 可是對他們來講 是還不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是 最後好像是維度更在神 因為他的整個平面 他的分法其實是會有很大的改變 那我們現在再對照一下這一張 下面這一張抱歉 高老師 三分鐘時間到了 馬上 來 我再對下一張 也說現在那個角落 上面那個角落 事實上是因為老樹保護 那最主要是他旁邊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水準風源 所以我們最後 可不可能把那個開放空間 做一個整體的思考 我先介紹一下這邊 老師 謝謝 老師 謝謝 下一位 楊中穎 還是楊中穎 楊中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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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主要是從那個我們第一代 我現在是二十一代 真的是兩百七十年的路子 這個其實我不是要去阻止這個圖根 我很上誠圖根 可是這個文化 有那麼久的文化 其實真的不可以隨便把它弄掉 我相信委員 我希望委員 我希望委員能夠不要說只給他一個黎明 這樣對我們沒什麼意義 像我祖先現在背後 已經把它移出來 放在外面 我想希望祖學能夠幫幫我們 能夠把這個都根這個文化之長 讓我們可以回家去幫我們 能夠再回去放在裡面 讓大家 楊家人 都能夠回去幫我們 還有那個水井 那水井你把它放 你把它拿出來沒有水 那根本就沒有這種東西拿水 對不對 像應該有很多方案可以做 希望委員 你不要把水井那個都 像缺水的時候 這個布局的水不是很好 有那麼像我們祖先 兩百七十年來這邊開墾 他們頭腦很重 希望委員能夠好好幫我們幫我們 好 謝謝大家 下一位 楊敏斯 各位委員 各位掌聲大家好 我是從小就在嘎拉拉長大的小孩 然後我也信長 雖然說不是克拉塔這個聚落 那嘎拉拉以前就是有六個聚落 那克拉塔是其他五個聚落 那其實其他五個聚落 那我之前也有聚落 那我之前也有聚焦經濟人數 然後推動到捷運 LG 領事站 那身為年輕一代 我們都認同 其實都市需要適度的更新更整件 以影響更好的未來 那但是就在說 但是住宅以財產是個人的 可是歷史根本的話 是屬於這邊的每一個人 還有未來的部分 那我非常希望說 在聚落會猜數之前 可以進行全區的匯測 影像保存 跟口述歷史的紀錄 或物函點 那本來就是未來這些東西 是可以用在我們所謂的公共藝術 還有教學 還有歷史教育上 設置運造等領域上 這對我們來說是一件 對地方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資料 那現在我們也可以跟相應 有規劃的社區圖書館去進行結合 那也希望說就是未來 就是捷運的意向什麼 也可以使用這些 我們記載得到的資料 那也可以讓這個站 變成台北市 少數幾個具有西方特色的車站 那就是從小我就是在那邊找他 可是我到大學畢業才知道 就是有嘎啦這個地方 我知道以前有很多個去過 那我覺得說 有這個實體的東西 會讓這地方的小孩 對於這個地方 會有更多認同跟參與感 那要認同跟參與以後 他們才會願意去參與這個市區的事物 對 那我們知道說 了解自己從何而來實現都要有事 那我們也了解自己之後 才能思考說未來該往何處可去 那希望未來卡拉拉小孩可以知道自己的地址 知道地址跟古建 下一位師佩穎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一個社區工作者 那因為在三年前 舉辦了福宅同國 花桃的一個活水機 才遇到了楊家 楊家就是楊忠穎他們一家人 那才會牽扯到這樣的一個計畫裡面 那今天我覺得在場很多鄉親都在現場 我覺得非常難過要看到楊家人 這樣所謂的布根案 就是劍拔成張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其實這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這個方案已經有所調整 我覺得也非常感激 感激就是各位委員 他給予一個歷史建築的身分 我相信很多在場的居民 他們都是第一次聽到說 自己的家族有這樣的歷史 甚至他竟然可以登入歷史建築物 甚至產生自豪感 我覺得這是一個 這三年來我看到的一些不同的變化 那今天回到這個計畫案的話 他其實最早期是有所謂的劣策追蹤的部分 那是當時在題杜根案進行的時候 並沒有所謂的杜根身分 那這個文資的身分 那當然也是樹寶 這個左上角這個樹寶的部分 也是後來才發現它是有一個樹寶的價值 那今天也因為配合歷史建築 都很把他留在這個右上角的廣場 那回到這張體驗圖的話 我們是進行想要跟各位委員說明的部分 是左邊的這個纖維窟窄口公園部分 就是三年前我們活水機所保留下來的 一個開放空間的水浴 那我們會認為說 目前在留在右上角這樣的一個配置 它並沒有一個禁身 那禁身它有沒有辦法保留讓洋家人 可以繼續回來祭祖 我覺得祭祖這件事情它是一個很活的事情 它不是一個瀏海式的這樣子一個門廳而已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有沒有可能去思考這個所謂的正立面的近身 跟這個無景的水源的位置 假設它可以跟樹寶這樣的一個 比較大量量改變之後的一個廣場 能夠跟這個花桃的公園相做一個呼應 它甚至可以從一個更好的一個人型的 跟歷史呼應的一個帶中 謝謝 最後一位楊富林 楊富林 而且現在 當初建在大津食堂 陸營因為颱風終於倒塌 所以當初才會把那些主堅 還會移植到現在的靈隱寺去做一般 然後現在鄉民也針對國際的牆面 願意做出這樣的保游 所以從今天出來做做營未來的國際保守 我不曉得他在堅持這個部分 是在堅持什麼 請各位長官 針對這個部分 能夠思考一下說 現在的居住環境其實已經 只要一下子 現在的房子都已經落水了 根本沒辦法 不是一個想要加一個 加到旁邊的爸爸已經結識了 他一直在期望說 這個堅持到底是到 要等到什麼時候 這一直等了多久 我想知道未來他有多少時間 我想在那時間 你看到這個 能夠完成他的心願 所以 希望各位長官 人生就以這個堅持案 請做一個通環的思考 以 了解 做出一個比較好的決定 這是我現在 居住在現場環境的時候 整個居民 一個中心的習慣 因為現在整個環境 因為台風造成的 牆面屋裡 都已經好 大家的超多 那現在 加上鼓鼎 現在他們用一用吧 用鐵圍裡把它圍起來 這個水井 到底還能不能繼續 跟他們剛剛講的 是 缺血這個樣子 現在還有在用嗎 我覺得很難 所以 需要各位長官 能夠 通滿人 去思考類的樣子 所以 現在 遇到的狀況 最大的問題是在 住在哪裡 還有 最後是所有全人部分 那原則上 我們每一位也是三分鐘 有總共四位 第一位 楊氏姓 還是楊氏華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剛才有一位小姐說 那有一個什麼活水劑 那其實是騙人的 後來我們鄉林有叫人家去處理的話 後來是自來水漏水 不是有泳錢 那是騙人的 所以應該鄉林這邊有資料水 也有送都市審議委員會審查 所以剛才那一位小姐講的是 不切實的 所以有些委員要注意 有些剛才那個講的 都是不切實的 要有實際的紀錄才是可以的 那我們這些 這些 原住戶 住在那裡 已經幾十年 像我算是年輕的 我有些爸爸媽媽都已經到天上去了 所以你們要我們再等多少 我們這個都市跟現在已經等了將近30年 那我們也是鄉林建設公司也很誠懇的 你們在民國104年9月 說可以異地保留 那鄉林公司也 也異地保留 做的這些施工方法給你們看 那剛才那個委員 剛才那些人講的 有些是說已經在104年9月就決定可以異地保留 現在再來講這些 不切實際 現在今天討論是要什麼施工的方法 以及不用再討論要不要異地保留還是要怎樣的 那一個事情 謝謝各位委員 謝謝 下一位 吳宥謙 下一位 楊文陽 各位長官大家好 我是當地的助理 我叫楊文陽 我是覺得這個事情已經拖了很久 老的都已經往生了 我們也可能也差不多了 我希望說各位委員幫忙 我們每年繳的地價稅 已經每年至少都200多萬以上 每個老人都一直等 等這麼久也沒什麼消息 等一下又有什麼人來搗蛋 像剛才那個楊東銘 他的確是阻難 但是他土地沒有名字 都不用繳地交稅 但是他剛才講的一句話 我聽起來也聽起來蠻爽的 他說要趕快把都根 跟這個谷基保留 儘量給他配置 讓他創造雙女 這一句話是對的 我也是希望創造雙女 我們做地址的 做屋子的 我們都已經讓步了 我們也把那一些什麼谷基 那個谷基是我們的用 要不是別人的 我們也願意保留 供給以後大家去觀賞也好 什麼導覽也好 這樣應該是已經很不錯了 為什麼一直 每次都要浪費這個行政資源 行政資源是有成本的 我們為什麼要每天這樣 每年都這樣來開會開好幾日 你看我們這些老人 有的都八十歲八十九十歲 像你們開會今天大家很辛苦 你看他們還沒吃飯 可憐啊 你叫我們這些老人 常常都 欸來開會喔 就來 也沒什麼結果 所以今一樣叫喬 我們是很熟悉啊 我們這個局長也去看過啊 看過我們那個老王子 他應該有所感激啊 有一次在那個龍山國中看了遊戲啊 副市長也有戲啊 市長本人也有戲啊 大家都知道這個事情啊 希望委員多幫忙 把這個事情創造雙贏 趕快把它完成 沒有繳稅的人 沒有土地的人不要講太多啊 講太多不好意思啦 人家繳稅的人很辛苦啊 每年都繳那麼多錢 都在期盼 其實像那個老王子 我講良心話 那個都已經破舊不堪了 像我們神主牌 我們都已經安排喔 這個是大家都同意的 我們給他安排到別的地方 我們去拜拜 這個不是說 鄉民一意夫行 絕對沒有這樣 這個我和一證 其實是大家都一致通過 而且我們自己也出錢啊 時間到了 謝謝 下一位 最後一位 高豐蔡 那就不歡迎 那我們今天的發言 下也已經結束了 好 我想我們這個案子 在正式進入這個大會 討論之前那個文化群 有沒有去個聚焦的方向 要跟大家先來報告 是的 剛剛很多陳吉林剛剛提到的一個部分 我們其實在104年9月21號的這個 歷史建築公告 他已經很明白 他寫了 這個陽氏古厝的保存範圍 它是包括長太監179項5-5號 這個建物的正立裡面 以及現存的古井 而且特別寫了 不得採異地保存的方式來保存 那另外呢 在其他事項也寫了 未來要免以這個古井跟古厝的 異地保存方案的時候 必須要病棟提出妥事的建議公告 好 謝謝 我們還是針對這個案子 請教各位委員 就剛才課長報告的聚焦的方向 第一就是說是立件 指定文資的身份 第二個剛才的範圍 有稍微跟大家口頭來報告 那第三就是說 他在整個未來的彈性措施 可能還是未來提出來 有來進行國會的這個審議 那第三個方向 我們看看有多五人 一個所指教的地方 有四位委員都看過 我剛才那個歷史多五人都看過 我也不知道不見到 現在好像沒有 來 佳蓉文科 歡迎你頭來 那再來提個建築 看看你的建築 第一個 這個是歷史建築 那根據的話 市場保存法呢 大概應該要再修復 不管是議事件 或是整整件事情 應該有著調查研究計畫 調查 包括撤會 現狀撤會 那現在看來沒有這個部分 還少 只是我們沒有建議 還沒有要求 還是 但是張宜民這件秘書 這個我覺得 應該要在立心下 這個 那如果這回事 就如前面所講的 這是開北地狀 這個歷史的背景 等等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應該用這個空穴 應該用這個地方 至少 調查研究要清楚 那最少最少的調查 會不會至少 這個 我們歷史建築的 這個審議的方式 像至少應該要有好方法 當然如果有做這個調查 大概在我們這邊的 公園裡面的一個距離 還有一些洋室家 洋家 一些相關的飛機背景 大家都可以用 這看來也都沒有 那我舉個例子 好像讓我們三井 議題 甚至至少幾年 可以報告 有一個調查 那最近 宜蘭市 宜蘭也有一個 議題 前例的案子 這個限制也很窮 最窮 但它馬上脫一口 就是只做 只花四個月 大家就馬上脫一口 那這個案子 從進這個 歷史建築 到現在的點 已經交給兩年 看來後面也覺得 是蠻可惜的 那至少我覺得 可以在開幕前 這個事情 看看 那 因為這個所有權勢 應該是歸鄉武 那你先可能要 等一下再說明一下 那第二件事情 當根據剛剛科長講 104年的4月2日 我們只會大概要求 這個遷移的位置 要進本 進這個大會城 那就我個人看來 大概看了一下 大概確實 這個位置 大概有一點有限 有一點小